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节,那个过程是怎样的,我重复一次,如果场上早6点多钟打,结果不是这样的了,他拖到11点才开球,因为大雨,那天其实是风和日,但之前那晚下雨,我看到什么印尼火山爆发,这个是印尼火山爆发,搞得天气不好, 这个叫什么效应,这个是蝴蝶效应,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当时在印尼火山爆发,那个火山爆发其实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特别欧洲都感受到天气的影响,就变成了天气很反常, 但是落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呢,这个变成了泥地,泥令地,不知道为什么呢,拿破仑作为一个军事统讯,他不是很计算到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理由的, 但是他有前方,下星期我们讲,就是打莫斯科那一会,他没有计算到那个冬天,就是那些人没有东西吃,所以这个就聪明一世猛动一时,计算不到那个天气的变化,其实这个讲解一个题我说就是,林彪有一件很出名的什么呢,就是打仗的时候所有因素都计算完,连天气都计算完, 不应该的,天时地利人和,怎么可以计算完呢,他没有计算冬法,他一开拖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在糾纏着的,就是在这三个据点,其中一个很出名就是那个农庄,就是拿破仑打到下午之后,是打了进去的,就是在那里动了一枝旗,所以你看那场戏,就是跟着说,他跟那个信差讲, 你现在回去告诉巴黎的人,我赢了这场戏,他去到那里,就觉得以为赢了,但是输了什么呢,刚才铁南第二次已经说了,就原本他就在这个尼克尼那个地方,应该在德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德国地方,就打赢了普鲁士那边,但是他打赢之后,他就叫了手下几个将军,你搞定这个人他就可以了,我回去对付这个威人,但是那个人搞不定, 就是格鲁西元帅,是啊,那个人搞不定这个普鲁士嘛,那打不定回来的时候,他回来才跟拿破仑说,就是打到旁边,我搞不定他,他不止搞不定,他直接失了钟,他找不到别人去哪里,是啊,还有一件事,他还距离,因为他派出了,他拿了三分一拿破仑的兵士,去追击普鲁士,他打算纏灭他,然后自己去到,就当失了, 就不知道那些普鲁士去哪里,然后又给了错误的消息,拿破仑,拿破仑就以为,普鲁士已经退回去那边,哎,那就大件事了,原来就没有退到,原来就没有退到,原来是平衡,和英军平衡地一直在撤,而这个这样的猪队友,这个阿元帅,竟然狠狠,人家说,喂,你找不到他,不如回炒吧,他又不回炒,他就继续在一起找, 不过,这个华铁士是完全失败的,这个原帅,最肤的应该是他,是不是,这个是,体现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拿破仑跟他自己的手下角距离很远,是啊,是啊,这个是很大件事,为什么呢,就没有了你不行,是啊,这个原帅说了明的,他要在拿破仑身边,他的人才要安稳一点,所以第一次,这样的人都做了原帅,是啊, 但是后来派出的时候,他开始是不肯定的,他说,喂,不行啊,我离开,你不太行的,就是拿其裙脚仔那样的,是啊,所以说,一个人太厉害是不行的,我觉得,做领导,你不应该太厉害的,你看看我们很多,刘邦,刘邦是不会打仗的,是的,很多,不要刘邦那么威,刘比,刘比都不能打的,刘比都不能打的, 没有,但是都可以参加得三国,可以参加了一个君主,就是说,其实你做一个君主,为什么不太厉害,你这些人,是如何用于厉害的人,这个才重要的嘛,所以拿破仑太厉害,那些马就差了,就坐上纺与对象,这个比喻相当之好,那那个故事是怎么样呢,就是打到差不多到尾时候,他以为赢了,但是,一收到,说有援兵的时候,就急了开始, 就要落重駐 就是他最精銳的所謂帝國圍隊 那場戲就是說他衝出去 一波打光 結果是怎樣呢 就突然間普魯士從重林的側翼殺出來 法國人呢 就押底 就是那班最堅強的押底 不知為何我又覺得不知為何 以前打開都很有信心 他的打法呢 還有對方普魯士那班是輸開的 那時候他打的時候 阿拉伯倫的打法 是由中間將英軍搬到左邊 又是入中 就是在中間入面逼到左邊 右邊有豬隊友 是將普魯士趕走 那邊應該在他的意識上 那邊應該是不會有敵人出現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惡然 突然間有幾萬普魯士兵走出來 這樣就是惡然 所以他不是害怕 那些前線都是這樣 前線可能收了一封說 你不用理右邊 右邊沒有東西的 你逛逛街說右邊沒有東西 突然跳個小女兒出來都害怕 所以其實一個打仗的大忌是甚麼呢 就是在那個年代 是打進入中路的時候 有質疑出來的 是的 我不知道為何在西方的戰略 從來都很害怕 英文字正有一個字 就是你被人包了 他們很害怕 他們很害怕 這件事 包了就不能走 你想想一下 他們的步兵 幾百幾百堆 槍向前面 他們要退其實很難退 向前沒有所謂 而且我還想到輸不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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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檄 是 當年蘇聯的導演拍過 增加過戰爭和和平 下星期我們也會說過這件事 是 凍噎了幾萬人 蘇聯的曾士兵 heroualta ункone climbing 而且是模擬當時的軍隊的 Florence 換言之大家覺得這場仗實在太過癮了 大家要模擬真實是怎樣打法 但難拍過CG 即是用攝影機比較容易 它沒有NG 例如千軍慢慢一起衝過去 用直升機去拍一場 沒有NG 下面的人再來過 但那場仗實在很精彩 你看到那班法國的騎兵 一直衝衝衝去打幾十多個方陣 相當之精彩 我只覺得拍到五位多人 那個導演本身都是將軍 空姐暗大場面 你一拍攝鏡頭 幾萬人走來走去 都不知道怎樣看 還要假裝打 不要有個樓雞在那裡炸掉 所以那個戲本身 大家值得在Youtube上重溫 很好看的 你覺得好看的地方在哪裏 好看的地方在哪裏 就是人多 還有那些真人 不是現在的CG 現在的CG 人多 即所謂人多 其實如果你眼睛一點 你看到那些人 其實有幾個是重複做同一件事 一堆人裏面 有幾個是重複一件事 一看一看是假的 所以現在拍戰爭片 真的容易過以前很多 而且那個導演功力 都不用那麼高 我們講完這場戰爭 跟著的後果是怎樣 這場戰爭過後 歐洲和平了幾十年 到大概一百五幾年 才去打克里米亞戰爭 但對於香港來說 有一個什麼影響呢 你覺得很奇怪 那場戰爭為何會說到香港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英國人搞定了拿破隆之後 就有時間搞中國了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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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拿破隆你不對啦 哈哈哈哈 拿破隆 傳說他有一個說話 中國你就不要搞他了 讓你繼續睡覺吧 是 因為你搞了他 就很麻煩 我發覺很麻煩 哈哈哈哈 麻煩了我們 麻煩了我們 是啊 有時候很奇怪 世事就是這樣的 你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你以為不關你的事 但結果 那個地方發生的事 就不知為何 過了一段時間 就直接影響到你 你不要說 印尼火山爆發 都關於滑鐵爐事 何況 現在你說 英國人贏了 然後去搞 搞醒一條龍 哈哈哈哈哈哈 那真是 好大人害怕的 還有呢 如果你看過這場戰燈 你會明白一件事 英國老闆打 滿清一定贏 那年滿清都不能打 你怎樣跟別人組 那時候他還用了 尿槍 是啊 即是你清潮 清末還用尿槍 那時候 這場是一百一五年打 是一百四零年打 一百四零年打 一百四零年打 一百四零至四零 即是時間是三十幾年 但是那個武器的發展 已經快很多了 已經雙差很多了 你想想 當年清朝都還未知道 鐵船可以浮在海上 這個已經死得了 是啊 那最後那個教法是甚麼呢 打仗呢 千萬不要生自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的 拿破崙我覺得 雖然他輸了 但是他留下很多東西給我們 譬如我們有拿破崙的餅 吃 有乾湯 對呀乾湯 是不是 還有 譬如我們現在有些言語 即是你畫鐵爐 其實他帶了很多 其實他在歷史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這個也改變了歐洲人對歷史看法 歐洲人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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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當時 拿破崙繼承了法國大革命 那場戰 就是那個 魚水之後 貝多芬曾經寫過一段樂章給他 是 就叫做英雄樂 這個 家樂樂 是 但當他宣布做皇帝之後 和這個梵帝剛結盟之後 就立刻改了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獻詞 不再獻給這個拿破崙 但是到後來的歐洲歷史 即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認為 只要有一個 一個國家能夠 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 出到一個類似拿破崙的人物 其實幾乎都無所謂 他這個 就代表了中國的一個言語 就是一將功成萬骨夫 在那個成語裡面 我們就以為 就是萬骨夫 是很不值得的 就是純粹委一個人 但其實應該要反轉 即使有萬骨夫 如果有一個將軍功成的話 都值得的 這個就是今次節目我們那個結論 那你會不會霸權主義人士 那你會看到一個聰明人 他出到位 但是那個聰明人做些什麼 你現在看一看我們的大劣 裡面都有一個宇宙最強 什麼宗教都是他的 你相信佛也好 相信基督也好 最厲害都是那個 你就知道 他可能都是一將功成的大劣 最重要是英雄人物 這圖片大家怎麼看呢 藍色的部分就是法國士兵 拿破崙的 紅色的部分就是英國 即是威靈頓 黃色的部分就是普魯士 特別是這個布克特 這個就是被拿破崙打到一輪一輪 隻馬死掉了 不過他走得了 回來就覆卓 還是消失了 不知道去哪裡 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就講這個 就是拿破崙這個 這個魂斷莫斯科